歡迎收看G-Channel Ultra Creative 品牌 亦推出了很多不同影響產品 最有名是耳機、聲音卡 還有不同的聲音和聲音 今集跟大家分享 桌上Creative 推出的 Pebble 8 Plus 有RGB 2.1 聲音 馬上開箱看看內容 我們看看包裝 整個黑色 非常足夠電競的感覺 前面有Purpose Express 圖案 打開看看內容有甚麼 當大家買到時 便會知道內容有甚麼 我們看看內容 有個說明書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接著會有三條不同的線 分別有兩條USB C to C 另外還有一條3.5x3.5的Aux線 拿出了一對衛星喇叭 尺寸也不算小 我覺得尺寸偏大一點 這邊是控制輪胎 以及其他功能 今集這對喇叭有連線 另一條 便會接到Subwoofer 現在拿出Subwoofer 給大家看看 插完Subwoofer 出來了 前面會有一個單元 兩邊都會有一個反射的低音壁 後面會有一個插口 讓我們插隊衛星喇叭 整個包裝內大致上有這麼多東西 繼續下去之前 先看看規格方面 這次Peple X Plus 支援藍牙5.3 而輸出方面有兩個15W 2.75吋全頻單元 另外有一個30W 輸出的3.5吋 都可以支援到直接插耳機 以及接駁咪去使用 而後面有更多插口 有兩個USB 一個是USB-C 一個是USB-C Pro 一個是給電 另一個是用來接駁 PC 或其他器材 另外有一個AUX插頭 如果有3.5吋輸出的器材 也可以直接接駁 就可以透過喇叭發聲 接下來我跟手機配對 接駁在通電後 跟大家一起聽聽今次Creative Purple X Plus 效果是怎樣 基本上一接駁電時 它已經立即進入藍牙的配對狀態 現在我們先將它配對成一個手機 因為它是可以用到APP再控制 先配上手機 很簡單打開藍牙 然後立即會看到Creative Purple X Plus 按下去之後 Bluetooth Connected 成功連接後 它便會跟你說了 你已經連好了 接著我們開啟app 然後進入介面後 你會立即控制到RGB燈 現在已經開啟了 我們試試關掉它時 旁邊就會關掉RGB的效果 接著當然可以玩一下RGB燈 按進去之後 大家便會看到可以選擇 分別有不同的顏色 上面這裏已經預設了一些效果 給大家試試 有呼吸燈 有些隨著音樂的跟蹤 有不同的效果 總共有六個 另外下面還可以調校一下光暗 以及不同顏色的效果 這裏大家可以進來這裡玩玩 選擇一個美麗的效果 去看電影或打電影 如果在房間使用的時候 可以用RGB燈伴著你 也挺有氣氛的 App方面大致上就是這樣控制RGB 另外也可以透過實體鍵去做 旁邊這裏在Volume旁邊 會有一個實體鍵 亦都一樣 你可以按這個按鈕 每次按下去都可以轉換 剛才在App裏的模式 都是那六個 大家可以慢慢試試 另外在RGB燈旁邊 有不同的模式 可以切換 分別有藍芽、USB和Aux 當然,如果你切了USB 譬如在電腦上 你可以切換 就可以直接拿到電腦的聲音 旁邊這裏還有一個突出的按鈕 除了開關和Volume 調大小聲外 另外也可以控制到RGB燈的亮度 只要把RGB的小鈕按兩秒 之後它變成另一個顏色 變成白色的時候 就可以調校 扭這個Volume 去控制RGB的光亮度 說了這麼久 現在先跟大家試一試聲 先聽聽手機 選了Tayless Whisk 的歌 這首歌會有一點Bass 可以試一下Summover的效果 可以怎樣 其實現在這麼細聲 都聽到它有一定的低頻 我先開大聲一點 可以,也不錯 你會看到旁邊這個 正在震動 不錯,我覺得效果很不錯 就算坐在後面聽 我都感覺到它有一個立體感 這個衛星喇叭 大得來只是有些道理 有些氣勢聽出來 聲音都是清晰 同時低頻是有質感的 純粹是用藍牙去接駁 效果也是相當滿意的 好,接著我轉到電腦 用USB 線 直接接駁著MacBook 去看看Trailer 聽聽它的Summover 以及整對衛星喇叭的效果是怎樣 I told you, you're not welcome here You're not welcome anywhere Now get the fuck out of my bar Just give me one more drink and then I'll leave I'm not interested Alright, well I'm sort of on the tick-tick So Opsie-daisy You don't want this Unless you want to take a deep breath through your fucking forehead I suggest you reconsider 聽了前半段,我先講講感覺 它的人聲,我覺得它是相當清楚的 而且也挺前下 而且會有Summover 佔佔佔佔的人聲 會聽到喉底音 有些Bass的效果 接下來應該有些爆炸的場面 我們又再看看是怎樣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saving worlds 但你卻做 我正在浮沫 我們看完《DAD2》的新傳播 我可以介紹聽感 剛才上半段是人聲 下半段開始增加了音樂 和爆炸和格劍的聲音 不會有一個混亂的聲音 而且我還聽到 它將不同的效果分開出 例如人聲、打鬥聲 聽到還有歌聲、爆炸聲、低頻聲 全部都可以很清楚分開給大家聽到 不會有一種很臭腫或混亂的情況出現 整體來說,我認為它的聲音表現 真的有少許出乎意料之外 想不到一隻這麼小的SWOVER 加對2.5吋衛星喇叭 已經有這麼理想的效果 我建議大家試聽這雙喇叭 一點都不會輸洩給一些Soundbar 看電影的表現我相當滿意 而且有點驚喜 用來駁電腦看電影 的確可以增添不少氣氛 好了,今天跟大家試了 Creative Peppel X Plus 剛才稱讚的地方都很多 聲音表現完全不需要挑剔 我覺得這雙喇叭的聲音 一定足夠大家在房間裡玩 但值得改善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不是一個無線 需要弄到多少線材的東西 喇叭與喇叭之間要弄線 另外,Subwoofer 方面也要弄線 如果大家在擺放時 可能會有少許長度的限制 這裡也要留意 但我認為這雙喇叭的定位 用來接Notebook或Desktop 擺放在房間裡用會更加適合 所以線的長度大致上 放在桌子上會比較適合 而另外一點大家也要留意 官方在網站上也有提及過 如果你想喇叭很聲一點 都建議你用一條USB 線 接觸一個穩定的火牛 去到供電 才能令這雙2.1的RGB 喇叭 發揮到它最劫致的表現 所以比電方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Pepple X Plus 現時賣一千元 鬆一點 我覺得以這個價位出到這樣的聲音 都是相當之抵玩 以及性價比都是高的 尤其是它的低頻 小小的擺放在腳底下 都已經足夠力水 另外前面這雙衛星喇叭 出來的聲音是相當不錯的 人聲方面足夠錢 而且很清潔 聽起來感覺相當之理想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要找回 Desktop喇叭的話 不妨留意這次Creative的Pepple X Plus 2.1 RGB 燈 今次的喇叭分享講到這裏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 有問題的留言 如果覺得我的頻道能幫到你 就記得訂閱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下支影片看看新的音響產品 再和大家分享 下支影片再說 拜拜 拜拜